我沒有說是長廷奧部 我是說有一個人做一個天龍八奧部 好嗎 天龍八奧部 你看不要 那我講給你聽 什麼斬機頭 下跪 理髮 黨中央印製的叫戰手冊對不對 林聰賢那個緊急製作宣傳手冊 預告所謂的選舉有天龍八奧部 對不對 對 哪八奧部 你剛剛講的 下跪 斬機頭 理髮 痛哭 抹黑 造謠等等 有喔 我來看一下 下跪 痛哭 痛哭 落法 婚倒 假離婚 對 對啊 這樣才1 2 3 4 5 6 最多大概就是黑寒 黑寒 上一次立法委員選舉最激烈 就是你最後一段的那個落法 侯彩鳳嘛 婚倒是那個上一次邱怡他的太太 後來哭哭哭到最後婚倒 然後後來這個工作人員把他抬進去 那假離婚就是上一次羅文嘉 跟他太太說要離婚就最後一天 這個他太太就反國 然後跟記者來個不期而遇 都有用過 不過林聰賢這個部分 其實當時候國民黨 他是想借用當初有一位議員跟這個 林聰賢選 羅東鎮長的那位過去打了舊的文宣 那質疑他是不是有婚外情 或是有劈腿的這個行為 可是國民黨後來不敢打 現在已經不實行那種負面文宣了 因為人家確實沒有 人家當時這個太太是 還照顧了那些 他是先離婚之後三年才結婚 我跟你講後來就是有關細節 他們國民黨內部自己找一堆人說 那對方是誰 你講不出來 對方是誰 是什麼名字 什麼時間也講不出來 他們自己收手了 其實我覺得台灣經過這麼多年來 那個所謂的爆料文化 大家熏討之後 我覺得選舉到後期 你在搞什麼黑函 指控人家什麼婚外情 這些大概都沒什麼用 除非只有一個前提說 你拿出很明確的證據出來 第一他沒用 不然你要有證據 第二你拿不出證據 你開記者會開半天 根本沒人理你 我跟你講這次有個特色 大家焦點有時候集中在吳敦義身上 真是人物像他到宜蘭那個場子 哭成那樣一把滴涕把宜蘭還哭到說 當場哭泣 對啊 哭成那個樣子 是哭什麼 他就講到激動 他說他是宜蘭兇仔 因為他太太是宜蘭人 蔡麗儀先去了 他後來正上去 講到激動處就開始 他開始在那邊哭的 後來聽說他那天晚上血壓表 我們現在看吳敦義 不要想像中是小平頭 是我們看年輕時候 那個吳敦義 他現在已經列隊到62歲這一齡了 差一點就要變成劉兆學 那個感覺上那種老的團隊 所以現在老了是不是 他以前就很愛哭 哭的那個樣子也是不容易 我自己有感覺 我覺得當場下櫃 台灣大概選舉時最經典就是1997年 盧秀一幫蘇貞昌選台北現場那一櫃 很多人都講說蘇貞昌1997年能夠 最後是顯勝 其實贏了不多 就是因為盧秀一在選前一夜 大概就是今天晚上這個時間 再晚一點 七八點下櫃 而且沒有人知道他要去 對 他那時候報病已經重病了 連蘇貞昌都不知道盧秀一要去 他後來就報病就離開醫院了 後面學他跪的 都沒用了 沒有用 那一跪台北現民那個支持者 是哭到不行 對 沒錯 然後加上那個 好像我們這一台 這個天一直重播 一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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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來才修了選霸法 就是不准再播了 當天不能再播了 選情之夜的那個新聞對不對 其實那一次真的 因為對台北現的 民進黨的支持者來講 其實可能國民黨的人 不能夠理解 那個感情是怎麼凝聚出來的 因為一開始一直 也白白連戲 白連戲基金會 其實盧秀一一直在經營台北協 經營得很好 他們要非常好 可是你知道嗎 癌症 就癌症嘛 對不對 有時候就造化弄人 所以他那一跪 對他個人來講 其實是在協票 對 也是在say goodbye 你知道嗎 哇 那個根本就瘋了 看一次哭一次 看一次哭一次 還有一個 盧秀一本人的那個休養 各方面都很好 我好幾次碰到 碰到 碰到的時候 因為他也是留學法國的 我們還私下在聊聊天 我覺得他自己 他的經營 他自己的涵養 而且他出來的形象非常好 我跟他爵養如果沒有死 也是 台北館就是出來的 台北縣除了是他的以外 還有他那一跪 跪得比宋楚瑜 還有其他人跪得真誠 對 他那個 他那個 因為當天我就在場 我們那時候 我們在幫那個蘇貞昌嘛 他這麼一跪以後 你曉不曉得後台講的 第一句話 沒望啊 本來是沒望啊 現在是有望了 他這麼一跪 大家看得出來 他是真誠的跪 連當天李登輝看的時候 台北縣去了 去啊 因為搞過選舉的 你怎麼跪 你講到什麼地方跪 搞過選舉的通通知道 然後不搞選舉的 就看那個熱鬧 一跪下來的時候說 怎麼會這樣